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化身血緣的安生洞窟這裡 這裡的民工有一點點難 很容易找到路 你看到下面這個冰是可以透過去的 代表一定是有路的 是往下走的路 首先我們先進來這裡的時候 有兩條岔路 一個左邊一個右邊 先往右邊走 其他的路其實不用去探索 因為他沒有什麼重要的寶物 我們只要找到重要的真正的路 然後打完BOSS就可以了 這邊進來這邊 記住來到這邊別有洞天的時候 要找到左邊這條路 這邊很容易很容易錯過這一條 我們的目標是要跳上去這裡 但是要先跳到這個石頭上 這樣子我們高度才夠 這樣子我們直接跳過去 接下來的話就是一路往下走 那就是為什麼一開始 我們進來的時候就提示你 就暗示你說下面是有路 真正的東西 水母是怎麼在下 就是往這裡 往水母的地方走 這個水母是攻擊狀態 小心 這裡把它清掉 你會在這邊跳下去的時候要講究 等一下 趕快跳啊 沒有跳好的話會死 要往跳到對面 那應該沒問題吧 那應該沒問題吧 要打BOSS嗎 打B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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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Strike 顆 打針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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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